好 那我們那個 我們反正就剩兩節課了 那我們今天要教就是 非結構畫資料處理裡面 就是最難讓人想像的部分 就是語言啦 就是我們如何把語言 然後放入我們的機器學習模型 這個如果沒有教的話根本不可能會啦 好 那我們先來想一下就是 這個語言為什麼 比圖像更具挑戰啊 這個 李俊倫你要不要講一下 他挑戰在哪裡 你 前後有關係 前後有關係 圖像前後有關係啊 這個也 這個是個問題啊 但是也沒有那麼嚴重 好啦不然我們來講一下好了 陳金聰你要不要講一下 你覺得嘛 首先你先覺得文字比較簡單 你要處理文字比較 你覺得深度學習模型 你先處理文字比較簡單的語言 圖像比較簡單嘛 圖像比較簡單嘛 圖像就是看一個相似 可是文字 文字假的也是看相似欸 圖像也是看相似欸 圖像是缺代表不一樣的東西 哦好 那我 那我 那我來講一下文字 它難在哪裡 文字首先第一個難的地方是 呃 你如果深度學習 的話 你非常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 你的 這個 你的 這個 predition function 是預先定義好的 對吧 那定義好的就不能改了 對吧 所以 這個 它的 input size 是不是固定了 所以我們才會一開始都把圖啊 弄成什麼 224x24啊 或什麼 256x256 好 那圖像可以 很輕易的resize 那語言你要怎麼resize啊 你要刪哪個字 還是你要加哪個字 那是不是就會非常困難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呃 語言 我們就是在做語言分析的話 這個 呃 跟圖像分析 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那個 音訊分析 或者是生理訊號分析 它一樣可以resize哦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 語言就是沒有辦法resize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這是 它第一個困難的地方 第二個困難的地方啊 在於 這個 語言啊 它出來的這個 就是它出來的這個字啊 字的種類實在是太多了 這樣 可能 你至少 你都知道英文 至少 你是高中可能就背了八千字嘛 對不對 那 實際上 你一定知道英文 絕對不只八千字嘛 對不對 那中文也 不只 中文 中文 比起英文又更難一點啦 因為還有一個斷詞的問題啊 就中文我們的書寫方式是 就是連續書寫的嘛 對不對 那 這個英文中間 每個單字中間 還會有空白 去把它隔開 對不對 所以說啊 這個中文其實比起英文啊 它會更難 因為它還有斷詞的問題 那 這個 不管是中文字還是英文字 你說有個幾十萬 你絕對是有的啦 對不對 幾十萬種絕對是有的 那它其實就是個類別變相 對不對 你 你講白了 它就是個類別變相 因為 誰跟誰 每一個東西之間 它們彼此之間 應該都可以視為是一個 獨立的變相嘛 對不對 那就是你光要記錄一個單字 你就要 幾十萬個零跟一這樣子 就要幾萬個零跟一 所以它其實非常難處理啊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就是最簡單的做法 最簡單的做法 叫磁帶模型 這個磁帶模型 你大概很容易 你大概靠自己也很容易想到啦 磁帶模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現在啊 我也不要 我把每一篇文章 我把每一篇文章 都把它 假設我 字典裡面有十萬個單字好了 那我就把每一篇文章 都壓成十萬個零跟一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不一見的是 那它有沒有出現什麼字 它有沒有出現什麼字 就要第一篇文章 它有沒有出現back 有 在這裡有出現back 這樣可以吧 它有沒有出現bron 有 它在這裡有出現bron 第二篇文章有沒有出現沒有 所以這樣子 根據不同的這個文章 它是不是組成的項量就不一樣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樣 磁帶模型 它是 它是做什麼事情 就是 它把每一個 它把每一個單字變成一個零跟一 然後 它讓每一篇文章的特徵 它的抽取特徵的方式 這就是一種抽取特徵的方式 它是用 有沒有出現a 有沒有出現b 有沒有出現c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 如果你覺得 只抓單字 呃 不是很好的話 那你也可以把片語也放進來 就是你的字典裡面也可以加片語 這樣懂我意思吧 比如說 這個 蔡 跟英文 他們可能是分開的 他們分開可能有分開的意思啊 那合在一起蔡英文 可能又有別的意思啊 所以說 這個 我可能也要 我除了有蔡跟英文以外 我可能還有蔡英文 那有沒有出現蔡英文 這樣 可能有些 有些這個 比如說有些document 他可能出現什麼 蔡東章 然後出現英文講的很好 對不對 那 可是有 可是又有一個 有一個文章寫說 蔡英文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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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對於第一篇文章 他可能就只有蔡跟英文是1 然後蔡英文就是0 那第二篇文章 他就蔡跟英文都是1 然後 蔡英文也是1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 透過這種方式 這個 透過這種方式 這個 就是 這個 做 文章的向量化 向量化之後我們就可以處理了嘛 這樣大家應該可以了解吧 好 不難不難懂吧 對不對 不難懂的話 呃在我們做實驗之前 有沒有人可以先講 這樣有什麼缺點 欸剛剛李俊可你不是有講順序嗎 這樣會有順序嗎 沒有沒有順序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 他的缺點其實很明顯 對不對 那同個字有不同意思怎麼辦 沒有辦法 對不對 欸其實都沒有辦法 好 但是我要跟你們講 就是這個方法聽起來非常的粗糙 非常的差 但是啊 但是他 這個方法就是 他有優點嘛 你有沒有發現他其實可以 你把它向量化之後他可以用一般機器學習模型解 就你不見得要用深度學習模型喔 你可以用機器學習模型就可以做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方法 他 訓練出來的模型是不是快可以非常快 甚至用邏輯思維規就可以做了 他是不是快可以非常快 然後也非常的簡單 對不對 所以他非常適合用在 做一個初步篩選 而且有時候也會給蠻準的準確度 這樣的東西 就要說像 垃圾文件分類大部分是透過這種方式的喔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下 就是 我們現在來下載一下這份資料 這份資料是我 就是 特別準備的一份資料 對不對 當然是有經過 這個完整的虛識別化 什麼之類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些都是 真人打的病例喔 好 我們把這份資料 露得進來以後 好你會看到他總共有三個 物件 這三個物件 首先有個 Diagnose Discharge Note 這是出現病例災藥 我們把第十篇print出來給你看 看到了嗎 這是一個 這是他的描述 這是一個精神病的病人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再來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叫Cancer Code 這什麼意思咧 這代表 這一個 這一篇文章 是不是一個癌症的病例 而就是說 我現在要做一個很簡單的任務啦 就是 我看著一篇 人家打的出現病例災藥 那 我要判斷他是不是個癌症的病例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第十篇不是 這樣可以吧 好OK齁 好那 他這個病例有長有短喔 你可以再多打幾篇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 好第一篇 第一篇你看到了吧 這個是非常長 這樣可以齁 好第二篇 好第二篇 第三篇 好這樣可以 有長有短 有長有短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你看這真的是人打的喔 你看都還會有一些奇怪怪的喔 這真的 就是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這個 我們現在總共 我就給你四千五百三十四份病例 那我們就用這份資料來做後續練習 好那我們來想一下 如果我們要做磁帶模型的話 我們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是不是要建立字典 這樣夠簡單吧 好 這個 那我們就先把 我們 我先講 在做建立字典之前還有一個 還有另外一件要做的事情 我忘了講 就是 你還要先做拼寫校正 就是 這個 文字啊 你會發現就是 就是 我們剛剛 剛剛一開始給的句子 就是空白痘點 這個實在太簡單了 你看它實際上還會出現一些 奇奇怪怪的標準符號對不對 而且 有沒有可能打錯字啊 非常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先用拼寫校正 那拼寫校正的話 我們 大家可以先下載這兩個 字典檔案 這兩個字典檔案是 呃 我自己建的 就是 至於怎麼建字典啊 就是這件事情 呃 我們 可以用 我可以告訴你們怎麼建字典 假如說你手上 假設有一份 很大 就是很多人打 很長一大串的這個 這個 資料 呃 首先你字典有幾個 重要的事情 首先這個 呃 如果他很常被打大 那他就一定就是 真的字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那些頻率比較高的 比如說他頻率超過一百次的 那當然就是一個字 那頻率小一百次的 我怎麼確定 他是 真的字還是 就是 人家打錯了 那就是看一下他有沒有 跟這個 呃 既有的字 足夠相似的 如果有的話 那我們就懷疑他可能是 這個 這個 就是 他可能是這個 就是 就是 他可能是錯的啊 這樣 好那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至於文字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就是 呃 我之前上阿語言課程的時候 就是 我之前上阿語言課程的時候 我有就是 就是 我有 我有教阿 這樣子 那有些人可能有上 有些人可能沒有上阿 那反正就 反正就 再稍微看 學一下就好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使用拼寫校正阿 好拼寫校正 你只要貼字串程式碼就可以了 但是重點是 你需要 把 這兩個檔案 放到 DATA這個資料夾之下 你要放到DATA這個資料夾之下 像我這個樣子 你要放在這個下面 你設置這個環境之後 他才會去讀那一個 讀那一個 讀那一個 讀那一個就是 就是 那個字典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看看這邊字典 他才可以讀的到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喔 好那這一串程式碼齁 我直接示範一次就好了 其實 好這邊有個ROM TO WRITE嘛 對不對 好ROM TO WRITE我們直接 把它拿來做在DISCHARGE NOTE 第十篇 我們直接看它出來的結果 它出來的結果 它是一個LIST 對不對 裡面有四個東西 一個是ORIGINAL TEXT 它長這樣了 這樣可以吧 第二個是 它把這個 NU TEXT 就是它做完拼且校正之後 它給出來的單詞有這些 中間有些空白 代表是這些東西沒有被轉移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主要說像數字 這些被去掉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然後 這個 POSITION這個沒有那麼重要 POSITION代表說 第一個單詞 它出現在ORIGINAL TEXT 的第一個字到第四個字 第一個字元到第四個字元 就是如果你想要把ORIGINAL的 把它換下來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位置把它換回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 你有了這個NU TEXT之後 是不是你就可以拿來做字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跟大家講 是說 這個 你要完整處理的話 要處理很久 所以其實我的這個裡面 它已經有個PROCEED NOTE 它已經處理完了 好 你看PROCEED NOTE的第十項 它其實就是剛剛那些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它出現過的字 沒有寫的就是沒有出現過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 那我要怎麼 那我現在手上總共就四千多篇文章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可以建立 這四千多篇文章的字典 我怎麼建立咧 on list之後 as factor 在levels 這樣是不是我就產生了 所有 出現過 在這裡的字 因為它就是 你把它當類別變相 對不對 我factor之後 再取levels 這是不是所有 曾經出現過的字 總共有幾個咧 總共有五千八百個 這五千八百個 我使用 我使用 我產生一個 tdm array tdm是 text document matrix tdm 這樣懂我意思齁 那 我實際上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 來看一下 我首先都先產生一個零矩陣 這樣懂我意思齁 這個tdm 它dimension 是 5875 乘以4532 4532 document數目 t是 text數目是 5875 這樣可以齁 那我現在就是一個一個填啊 我把 我把他們填出來的 這個就是 我把他們的這個 我們就看看它有沒有 level of world 有沒有出現在 剛剛你的這個裡面 然後我就把它填進去 好我把它填完 你只要直接run完就可以了 然後你看一下第一個 這個 第一篇 這是不是第十篇的 第十篇 我們來看他們 哦他前面 哦你看他這邊有出現一個1 代表他這邊有個字 他這邊有個字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接受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就 我就 因為這個實在太多了 我就不展開了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這個tdm array 是不是就是 back award 的這個 的這個就是 document的項鍊化表述 好 那我們現在 想做的事情很簡單啊 你tdm array出來 對不對 那我們 這個 test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training 跟test 我們也不要 我們現在不要 用rading set 來挑參數了 好不好 但是你分成training 跟test 那 做一個多層感知技 來做好不好 你要用機器學習模型也可以 可以 就有人覺得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比較快也可以 啦 那我只想要告訴你們是 時代模型聽起來很low 實際上做出來的準確度可能也不會太差喔 然後你試著做一件事情 你做完 training跟test之後 下面這兩串文字 是我 親手打的 那這兩串文字啊 沒有在之前的病例裡面 那請你試著從 這兩串文字 也就是請你直接複製貼上 然後 先過room to right 然後產生那個文字組 然後再產生一串向量 然後再進那個模型 然後最後告訴我它的機率是多少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一段 雖然說今天我們上了深度學習課程 但這一段 剛好就這一段 它其實跟深度學習沒什麼關係啊 這樣懂我意思 但是這是處理文字的基本能力 我希望你們還是學的會啦 好不好 好那就這個樣子 我們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那我想就是 大概 就是有一些人用這個機器學習模型做 那 如果要直接貼用深度學習模型做 也不是不行 那首先你要寫一個 呃 core 那這個 你是用 就是你是用深度學習模型做 呃 也沒有 也大概也不會比較好 這個 李俊恆做出來的performance大概多少 大概在做 你還在做嗎 那你等一下告訴我答案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如果我們用 深度學習模型做 我們大概 貼出來會大概長什麼樣子啦 這是一個 兩層深的多層感知機 這個超簡單對不對 一個50個神經元 加上一個output 所以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 大概你會說他有多準 我們也不是很相信 對不對 好或者 或者我們 我前面要忘了貼這個 或者我們再做一個誇張點的事情好了 好不好 我們來做一個 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今天啊 我也不要用什麼 我也不要用什麼 多層感知機啦 我就做個實驗 我就這樣子 我就一層 這樣我只有一層 邏輯思惟歸 這就是邏輯思惟歸 對不對 好我們做邏輯思惟歸 看看 看看performance多少 你看到了吧 我是用 這個 就是 呃就是 10代模型 聽起來已經很low了 對不對 然後再做邏輯思惟歸 聽起來是不是就更low 我們來看一下 performance多少 好了 他訓練幾代啊 我到底貼了幾代 啊30代 應該很快就過了 欸 這個loss也太大了吧 他好像沒訓練好耶 欸這個可能沒有訓練好耶 這個 這個 那這個不行 然後我還是用 我還是用多層感知機好了 正查loss應該 欸他怎麼感覺也是沒有訓練的很好啊 我試一下好了 這個太扯了吧 欸怎麼會這個樣子咧 我發現 哪一 我哪一部發生錯誤了咧 我在處理資料的時候有發生錯誤嗎 欸張阿俊你剛剛不是有做嗎 你跑出來有這麼糟嗎 你很正常 那憑什麼我這麼糟 好那再做一次好了 我再做一次我這樣 這樣太誇張了吧 這無論如何就是一直貼下去 應該就可以啦 怎麼可能會 欸 看起來還是不行欸 我這個 真的是不行欸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我先重開一下好了 好啦那我重貼一次 之後就正常多了 他大概Performance會正常 啊 我 我們來看一下Performance的多少 好 用AUC 欸這個AUC 0.97啊 這個還不錯 欸你已經可能做出來了沒 還沒有 回去再debug 你還在debug 好吧 你回去再慢慢搞啦 這個其實沒那麼重要啦 因為這個 你大概看得出來 就很簡單的嘛 對不對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做個實驗好不好 我們把 剛剛的這個model 改成 邏輯最歸 我們就改邏輯最歸 就這個樣子 好我們就改這個樣子 我們來試試看 看Performance怎麼樣 我們再做一次 欸Loss有在降喔 那應該就是有Training成功 好來再做 等一下再來看一下Performance如何啊 欸還比較好欸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 其實 磁帶模型加邏輯最歸 其實也許就能夠解決非常多事情 你看分類是不是癌症的病例其實很容易對不對 好所以說 這個為什麼我說 他的這個模型其實還蠻好用的 就是 這個 這個就是 前面那個說什麼垃圾的郵件 其實都是用這樣的做法去做的 好那另外如果 我們上出那兩個病例 你要怎麼去處理呢 你需要 複製上來之後 ROM TO RIGHT 然後 接著大概一路往下 好這個 這個過程我就不貼了 好不好 這個你們自己看就好了 好我們要繼續上課啦 這個 我們 這個我們要講齁 就是 就是 磁帶模型他的問題其實非常多啦 第一個 最大的問題就是 文字的順序是有意義的嘛 對吧 來這個 TOY DOG 是左邊 DOG TOY 是右邊 這個 這個 形容詞 兩個字都 剛好都可以當形容詞 也可以當名詞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看 玩具狗跟狗玩具 其實它意思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吧 好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保留文字順序咧 我們剛剛的過程有沒有可能保留文字順序 對 時代模型你弄成一代當然就不可能了嘛 對不對 但還有一種可能啊 我們因為我們現在總共單字是5000多個嘛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我們第一個單字用5000多個0跟1去表示 那第二個單字再用5000多個0跟1去表示 也就是說我們把我們每一個文字的 每一個Document 把它變成了一個 這個 5 58 乘以N的一個矩陣 N就是 它的單字數目 可以嗎 其實可以的對不對 那 那個 那如果N 如果N是一個 500個字那怎麼辦 那那個N如果不夠怎麼辦 那你可以 你可以規定 假如說你如果要規定大家的size一樣的話 你可以先規定那個N 然後N是1000 那超過1000個字它就沒有辦法處理了 那小1000個字就可以處理了 你們現在在用Google翻譯的時候 它是不是有說 欸不能超過5000個字了 對不對 你想它大概也做了類似的事情 就是它 它不讓你去輸入太長的這個字 但是 如果你要超過5000個字的模型 你想要訓練一個模型 它training的時候只能夠用5000個字 以內也做training 那未來可以用超過5000個字的 有這種模型喔 但是這個以後 這個後面 下一節課我才會教 但是你現在大概可以想像嘛 我現在不要用 我現在不要把所有的單字 壓在同一個向量裡面 我用一個向量代表一個單字 然後我去產生N個向量 然後把它合併起來去描述一個文章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對不對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吧 好 可是這樣有一個問題啊 這個字典的長度 是不是就決定了那個5800 那個M MXN的M有多大 那如果今天字典有10萬個單字咧 你們如果覺得很誇張的話 我告訴你們 Wikipedia上面出現的英文單字 總共有超過 超過30萬個 Pubman上面有出現英文單字 可能有超過80萬個 所以這個M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順序是一定要保留的啊 順序我不可能去 我不可能去做處理 對不對 我只要 我這個順序只要 兩個合併 欸你看都會出現 前面這個 DogToy跟ToyDog這種事情 對不對 所以說啊 我們必須要 把剛剛的這個 這個 假設這個M 這個10萬維的這個向量 它其實大部分是浪費的 因為它只有一個1 剩下都是0嘛 對不對 大部分是浪費的 我想要把 透過同一字整合 把它變成一個比較小的數目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可是我們有可能做很好的同一字整合嗎 我們要怎麼做 欸 建字典啊 對不對 覺得說 Love跟Like 好像是個同一字吧 那我可以把它編成同根嗎 但你覺得你編字典 你有可能編得完整嗎 不可能 對不對 而且 Love跟Like真的是一樣的意思嗎 好像不太一樣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 呃 這個 你發現 你其實 很難 做這樣的一個字典 而且我跟大家跟你講 如果你在醫學領域 你如果有相關這個背景的話 還是就是 你們大概都 你們算了你們一定沒有相關背景 好不好 那我直接跟你們講 就是 所以 醫學 醫學其實也有醫學詞典 就包括這個 美國的這個 什麼 這個NCBI啊 還有什麼都有去維護一些醫學詞典 這個 Chronic kidney disease 在不同的醫學詞典裡面 他的這個同一字都不一樣多 然後有那個 Chronic Reno Failure啊 對不對 也有什麼 呃 他反正 大概就是Failure Desease跟Failure就可以互換嘛 Kidney就可以跟Reno互換了 對不對 反正有一堆 有一堆單字可以互換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 我現在也記不太起來 到底他有多少同一字了 但是 總之 大概不會有一個 大概不會有一個字典 可以把它列完整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 字典是不可行的 我們要保留文字順序的意義 可是 我們的 這個 就是我們的Data的Size 會變得很大 那唯一有可能做 呃 就是Data Size的縮減 就是做同一字整合 但是 我們不可能做出 夠好的字典 並且 呃 如果你這個字典 是在2019年以前做的 2010年出現一個COVID-19這個字 你這個字典怎麼辦 它是不是很難更新 所以 我們必須要想辦法來做 好 我要跟你們講 等一下我要教那個東西啊 呃 我跟你們講 想出來的人真的是非常聰明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學啊 這個 就是你要了解他idea 今天你說他沒有辦法知道 沒有辦法實現 等一下我要教那個模型 那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怎麼做 至少那個idea你要想 你要學一下好不好 就你不知道他怎麼演算呢 也無所謂好不好 好來看一下 好 這個方法叫做Word Embedding 這Word Embedding啊 是這篇paper 好這篇paper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他到底被引用幾次了好不好 這個2013年 發表到至今 引用 你看第一個 大家都很關心這次啊 欸我不能 我不能看到 我不能看到他的原始paper嗎 兩萬八 看到了吧 兩萬八你說 是不是真的 非常這個 驚人 你們可能也看過更驚人了 但是 也很了不起對不對 而且你要知道喔 這個只有專門給語言的用喔 這個我個人覺得啦 語言 呃 我現在是還沒有看過 處理語言的任務 呃 在2013年以後 有比他 更 就是 被引用是不是更多的研究了 欸 Burt Burt不知道有沒有 我們查一下好了 來看一下 真的有耶 這個太厲害了 這個 看起來 好他被超過了 他是一個舊時代的技術 但是那個Burt Burt太難了 Burt我們不會教了 Burt 那個 Burt 大概 在 呃 就算我們下一節課上完 上到Burt 可能至少還有兩三節課啦 而且可能都只能用講的耶 還不能夠實現 Burt太難了 好 我們先學這個就好了 他這個 也是Burt一開始 Burt也要 based on 他的概念才有辦法做 好 Wall Embedding是什麼意思咧 他說 我要把一串 我要把任何一個單字 我要把任何一個單字 我要建立一個字典 這個字典是 這一個單字 對應到的是一串向量 也就是說 love他就對應到五十個數字 這是他的意思 這五十個數字就是他的意思 like就是這五十個數字 這五十個數字是他的意思 那他希望 同意字越接近越好 同意字後面字串向量 越接近越好 那 這個 意思差的越遠 那 他們就距離的越遠 就這個樣子 這樣是不是很容易理解 好 那 這個問題就是 那這個字典怎麼建 而且你有十萬個單字耶 這個字典是不是不好建 對吧 好 他把這個整個建立的流程 叫做 what to vector 很形象啊 這個 很形象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看這個 模型架構之前 我們現在請先 大家先不要看文字 現在大家跟著我 想像 同意字有什麼 特點 他覺得說 chronic kidney disease 跟chronic renal disease 這個 renal 跟 kidney 是不是可以互換 那 你有沒有發現他有一個特性 叫共享上下文 他有個特性叫共享上下文 也就是說 今天你要判斷這個字 是不是個同意字 很簡單 你在 這個 你在這串文章中 你把這個字挖掉 你如果覺得填這個跟填這個 都可以 那他們一定就是同意字 這樣可以理解嗎 共享上下文 欸 那我 我問你們一件事情 這個 如果你是個人 要請你做這個任務 就是 這個 現在給你 一個句子 二十個單字 中間挖掉一個字 叫你填一個字 你覺得你會不會填 欸 這個其實會啊對不對 這個不是 就是 考國中 國中的時候就是 克洛志 不是在考這個東西嗎 對不對 其實你會嘛對不對 好 你會說也許你沒有辦法那麼 就是你也許不能夠真的猜到 可是 你背了八千個單字 你 你列出來的前十名 大概十之八九就是了 對不對 因為放在那邊就真的很合適啊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其實有這個能力對不對 既然你有這個能力 那AI是不是也可以學 你先了解這個邏輯啊 就是 我今天 如果讓AI做這個任務 就是 就是 現在有一個句子長二十個字 我中間把他挖洞 問他要填什麼 他十之八九做出來的排序 大概也是好的 他預測的前五名大概 就會是 真的可以填進去的 所以他預測進去的前五名 是不是就可以當作是同一字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現在有趣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 你已經了解了 我們要怎麼去建立同一字的字典 的邏輯之後 我們現在來看他的模型怎麼設計的 他的模型說啊 我的input 就是 剛剛講二十個單字中的十九個字 二十個單字 就是那些沒有被挖掉的字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 我啊 我沒有被挖掉的字當input 那我輸出 我後面那一個 我輸出那個單字 好你可以這樣想啊 他實際上 實務在做的時候 他不是隨機挖掉 這樣太麻煩 他是這麼做的 就是 有一段很長很長的文章 只要說wikipedia 他就用個sliding window 只要長度為20 然後固定用前面十九個單字 去預測後面那個單字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樣他是不是很方便 他只要這樣一直掃一直掃 這個data就用不完了嘛 對不對 好 那 他用前面十九個單字 預測後面那個單字 他的模型是怎麼設計的呢 他模型設計的非常簡單 他這一個 就是一個全連接層 本來input 是input 因為他這個就是 類似一個磁帶模型嘛 就是 前面十九個單字 他就把它壓成磁帶模型 然後變 是不是就變成了 十九個1 剩下都是0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這樣子的一個 全連接層 他的hidden layer 他固定數目是50 固定數目是50 那這個全連接層 他是的 weight 他的fcweight 是不是就是 m乘以50 這樣可以吧 m乘以50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那他要預測的時候 怎麼預測呢 是不是也是 50 乘以m 因為他要預測 這m個單字 就是 出現的機率 出現的機率嘛 他後面可能要用softmax 去輸出嘛 那最後是產生一個字 那用softmax去做mlogloss 大概可以想像 那 但是他要出去之前 他鐵定還是要經過一個 fc 就是他鐵定還是要經過一個fc 欸我現在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 你現在輸入前面19個單字 你發現 這個神經網路發現這裡填love跟like都可以 我也不知道填什麼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我是不是希望他輸出的機率 是兩個0.5 剩下都是0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 從softmax的角度來講 就是這兩個數字 要很大 而且這兩個數字要很接近 不能夠不一樣喔 那 其他的要 就差得很遠 就很小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 love跟like 他的權重 注意喔 他的hidden layer 他的隱藏層的隱藏狀態是完全一樣的喔 因為是同一個句子 可是他們兩個要輸出同樣的數字欸 他們的權重是不是會一樣 或者很接近 這樣他們才可以輸出同樣的機率啊 所以這個權重是不是就可以當作是他的embedding 好 核心概念已經講完了 如果你聽得懂的話 你會覺得 他們真的是很聰明 來這個團隊是Google團隊啦 責任作者 Jeffrey Dean Jeffrey Dean 是Google的 總技術長啦 反正就是 很了不起的人就對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 Jeffrey Dean 欸 是這個嗎 不是吧 我要看Google 我要看Google 好我們看查Google Scholar好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人 到底有多少 多了不起啦 我們看這個人多了不起 就看他引用次數就可以了 欸 為什麼我找不到這個作者啊 我這樣點可以嗎 出來了 21萬 這個大概 這個大概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啊 這樣可以喔 好那 你現在了解這件事情之後啊 你就知道 欸他們這個團 這個Google 難怪Google很厲害啊 對不對 他們想出來的方法真的了不起 而且 很簡單對不對 兩個FC層 然後那個向量直接就可以用了 邏輯你了解了以後 我們就真的來實現一下 我們用前六個字 預測下一個字 我們剛剛不是有這個Distarge Note嗎 而且這個Distarge Note是 專門是醫學領域的人在打的 所以他學到的 意思 可能會比較接近醫學領域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我們首先 先把他的 檔案格式 先整理成 我們先把他的檔案格式整理成這個 就是 就是用前六個字 預測下一個字 就是Input 預測下一個嘛 所以我 現在先去 用 我現在先就是 先把Input 它就是六個 然後Output就是一個嘛 對不對 Output是什麼這樣子 好我現在直接把它處理完了 然後我們看Input跟Output的樣子 好不好 好這一段程式嘛 你們不用貼啦 好不好 我想要帶著你們 就是 我剛剛講完了半天之後 你發現這個東西你絕對會 因為它其實就是兩個全連接成的模型 然後Input就是一個磁帶模型 我剛剛教了嘛 對不對 難怪我剛剛要教磁帶模型 對不對 然後Output就是一個Softman輸出嘛 對不對 超級簡單 我們來看Input就是 喔 然後 輸入 這個19 這樣1 這個這個單字 這個單字 這個單字 然後Output 我的Output 我的Output就是這個單字 這樣可以吧 好那 這個Output就是36 這個單字 這樣可以齁 好那你有沒有發現 你看 這些字它是不是就 到這裡 到這裡 然後這次就是它下個字 然後 這些它 它有這個結構 你們看得出來嗎 好所以這樣 大概懂這個是什麼產生了吧 好 那我現在就要用它來訓練囉 我要怎麼訓練呢 好我們的Iterator 我們的Iterator 來把它 我們來看我們的Iterator怎麼寫 好Iterator寫完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Reset 它出來的單字是什麼 為什麼沒有Value 為什麼沒有Value 多打了一個 好我把它 我把它換成那個 我把它換成那個 就是 就是 就是彎它 那個磁帶模型的格式 這樣可以齁 好這個 這個我就 我就不展開了好不好 這個我就 我就不展開了 好所以你知道就是 Softmax模型嘛 對不對 好來 看到了嗎 先FC1壓成50 再FC2 中間沒有Value 重要 很重要這件事很重要 中間沒有Value 怎麼 怎麼了 欸 放Value 為什麼中間不能放Value 來 我先問你一件事情啦 來 李俊和 我們當初說 為什麼中間要有Value轉換 還 還記不記得我當初講的 矩陣連乘 還記不記得我當初講的 那它是不是可以用同個矩 它是不是可以用一個矩陣代替 對吧 所以你中間如果沒有Value轉換乘 你乘兩個矩陣等於沒有乘 那這裡為什麼又可以 不對 不對 來我告訴你為什麼 你思考一下 你現在如果這兩個矩陣要合成同個矩陣 這個矩陣的大小是多少 5000x5000 它拆成兩個矩陣是多少 5000x50和50x5000 你有沒有發現兩個矩陣 要的元素比較少 在這樣的狀況下就可以拆 不用 不需要Value轉換 因為這樣子兩個矩陣跟一個矩陣意思是不一樣的 這樣子是 兩個矩陣代表 比較唯一 因為它用比較少的資訊 去代表一個比較大的資訊 這樣懂我意思吧 在這樣子的狀況下是 不需要Value轉換 可是在 可是大部分在我們做深度學習的時候 不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我們需要Value轉換 但是這裡不需要 好看到了吧 這個模型非常的簡單 我幾乎 就是幾乎沒有什麼多餘的動作 好我們做完之後 好我們現在做喔 你們只要看著我做就好啦 其實你們根本不需要做 你們根本不需要做 我們等一下 你們只要指定做實驗就好了 好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就training 好這個要training 這個可能要training一陣子啦 畢竟這個 資料量有一點大 但是你們不需要跟著做 真的不需要跟著做 因為做了也是沒有用的 因為等一下那個字典會給你們 就training 而且做這個是沒有意義的啦 好 我們現在等一下要做實驗 我直接跟你們講等一下我們要做什麼實驗 你看我只訓練五代 等一下我們做什麼實驗 就是等一下你們 隨便挑一個字出來 那那個字我們一定知道 他在字典裡面哪裡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用 剛剛找到的那個 權重 來找找看跟他最相似的字 到底是誰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是不是相似字 我們等一下就做這件事情 這樣都有意思 你看我們這樣是隨手 隨手training出來的一個model 這真的是隨手training出來的吧 對不對 這個真的很簡單喔 好我已經training完了喔 我現在來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就是 我現在把 這個model裡面的 primeter裡面的 fc2 weight 這是不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我說他就是 你的字典 跟向量的對應 這下厲害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我吐 vector matrix 他的dimension 5874 乘以50 所以 這個 他的第一個單字 這是不是就第一個單字的向量 這是不是第二個單字的向量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先跟你們講 如果我要計算 我現在有興趣的單字 cancer 我想要計算cancer 跟誰最相近 那你有兩串向量 我要怎麼決定他的相似度咧 我們可以用cos similarity cos similarity 的算法是這個樣子 其實就是兩個向量的cos 一個假角 兩個向量假角的cos value 好你們應該知道 0度的時候cos value是1 180度的時候 那就兩個完全反向嘛 cos value是-1 所以非常剛好 cos value 數字越接近1 就代表他們兩個向量越接近 越接近-1 就代表他們向量完全相反 這樣可以 好 我們現在來 interested position 是甚麼咧 是cancer 我們這邊來做個實驗 等一下我們就把這個字換掉 好 interested position 我們現在一行行做喔 他的第779個字 好然後我們 我們cos similarity 我們先全部都是0 因為我們現在不知道是多少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一用回圈一個一個掃 掃完之後 然後我們的cos similarity 是不是就是 每一個單字跟cancer的這個 cancer這個字的這個 就是 它的cos similarity 我們把它sort之後 head出來 看前六個單字 第一名當然是cancer了 自己跟自己百分之百相近 第二名 欸 Adenoma 這個是不是真的很像cancer 第三個字 Lition 第四個字 Adenococinoma 厲害了吧 我們再換個字好不好 來 講個醫學的字 看看 宇君可講個好了 Eggestion Fraction 有真的會有這個字嗎 我們這個沒有 沒有辦法用騙語啦 不然我們看Eggestion好不好 Eggestion有這個字嗎 我們看一下 沒有 好抱歉不行 這個 打病例的時候 沒有打過這個字 不然我們來看一下 它大概有哪些 我們sample一些字出來好不好 sample個30個 從裡面挑一個 來 從裡面挑一個字好了 欸Delight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Delight這個字 Delight這個字我們看一下啦 好不好 欸李俊衡我英文不好啊 你覺得 欸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有一些出現什麼 M I A C W 這個齁 這個很有可能都是一些什麼大血 被轉回小血之後的東西啦 這些字位 我們可能還是找個 比較專業 專有一點的名詞 不然 不然應該有Kidney吧 不然我們來看Kidney好了 至少他這個器官嘛 對不對 Kidney我們來看一下 欸 欸Reno在這裡 厲害了 對不對 欸Lukemia這個字好喔 我們來看一下 Lukemia 它應該也是跟什麼癌症什麼很多嘛 對不對 發炎 發炎 欸發炎好啊 不然我們來看發炎好 其實應該還是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它沒有非常好 因為我隨便訓練一下而已 但是這個項量真的是有用的 看得出來了 真的是 就是 它真的是可以有一些 就是 它真的是可以代表字的意思 如果我們有一個夠大的 就是 Document 像Wikipedia這種 Size 然後 呃 訓練的夠久 那可能它真的是可以做得很好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但是 我想要告訴你們是 這個idea 這個最屌的就是idea 你有沒有發現它整個實現起來 如果我剛剛不講原理直接貼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我也會啊 對不對 但是你說 它怎麼有辦法 用這麼 它想到的原理 然後用這麼簡單的模型去實現 這樣懂我意思吧 金聰你應該也覺得這個模型你會做吧 兩個FCE你應該會吧 金聰我對你應該沒有那麼失望吧 對不對 好啦好啦好啦 你笑得這麼開心我們就不要逼你啦 好不好 那這個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個網 這個網站我覺得是 它就Present說 Word2Vector模型到底是怎麼做的啦 好不好 一樣就是 它必須要有前面的單字去預測後面的單字 這樣懂我意思吧 前面的單字去預測後面的單字 那你可以Run個500代 它就會 欸你 你現在 你如果只按next的話 它就會告訴你說 喔你現在是在哪一個預測哪一個 就是用哪一個預測哪一個 它做反向傳播 它最後出來這個更新 它就會跟你預設的 共享上下文的這個數字就會差不多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這個 這個我就不demo了啦 好不好 這個 因為我剛剛我覺得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就Word2Vector模型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這樣可以喔 好那這個 這個我們實現了一個小型的啦 但是實際上 就是實際上在做的時候沒有那麼簡單 首先 就是 Softmax就不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 運算方式 你如果用Softmax的話 你想一下如果你的單字有20萬 那你算是不是要算很久 這樣 Don't worry 所以用Softmax不好 實際上他們會用什麼 副采樣啊 什麼之類的喔 就是 他就是positive抽一個sample出來 那他不是全部都做Softmax 他每次都抽positive sample一個 加上 抽可能20個nextive sample 那他只要這21個sample出來Softmax的結果 是 是這個 是1 然後剩下都0 他這樣就可以接受 類似 那這個1比多少 這個是一個超參數啊 這個要調 然後 他實際上 既然他是兩個FC相乘 他可以用一些矩陣的乘法去幫他加速 這個 就是 這邊有一些就是 就是 他training的小細節 這個原文有寫 但是我們這邊就不講了 好不好 你只要知道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好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 這個 就是 我們的文字可以被轉成向量 那這樣子 向量可以被壓成50為 50為就夠少啦 對不對 那一個 一個document 最長可以有幾個字 你說給他200個單字好了 200 x 50 那也沒有幾個數字啊 對不對 這個神經網路吃起來很輕鬆啊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我們現在首先 我們就要拿到那個字典 對不對 對不對 來 大家可以在這裡下載那個字典 這個是 我已經預先訓練好的 用英文的 Wikipedia 用我剛剛做的那件事情 就是 這個 這個 就是什麼 用前30個單字 預測下一個單字 這樣子預測 我要跟大家講 是網路上 非常多這樣公開的可以去下載 你不見得要我下載 我提供的 甚至也有人提供中文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其實這個 就是 如果你想做文字分析的話 其實 這 這條路其實已經建立得非常好了 不過 剛剛 大家應該有發現 就是 這篇文章 背影用28000是很多 我後面還有一篇叫Burt 現在如果要做文字 分析的話 可能你必須要學會Burt 你如果不會Burt的話 那大概 得到的模型 大概不會是Best Model 但Burt不好學 而且 Burt訓練起來 哇 那真是個災難 那Burt是訓練起來 我手上有的運算資源 好歹有個1500萬 應該練不起Burt Burt真的是非常難訓練 Burt 連我 我這樣 擁有這樣運算資源的人 我都沒有辦法 我都只能夠使用 預訓練的Burt模型 我根本不可能 自己親手訓練Burt Burt 訓練起來 真的是太重了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檔案 讀進來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已經知道 他是怎麼去製造出來的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 去test他一下 他的 他的 他的這個就是 Performance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下一步先 你可以用Cosnisminality 去test他 到底 跟他最相近的單字是什麼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這個我就不做囉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透過這種方式 把一篇文章矩正化 好 我們把我們剛剛的文章 輸入回來 好 注意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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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每一個 我每一個這個 我第一個單字是什麼 第二個單字是什麼 第三個單字是什麼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 我 我WordIndex是不是剛剛去建立的那個 長度很長的 三千 三十四萬 對不對 好這樣子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是WordPosition 然後我根據WordPosition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把這個 這個 WordMatrix 其實WordPosition拿出來 然後變成我 TextImageArray 這個 TextImageArray 就是50 301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好你會發現他很多是填0 對不對 因為他是空啊 他是空白 這樣可以齁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但是 他是照這個順序下來的 對不對 OK 我們把它畫成圖看看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那篇文章轉成圖之後的樣子 你看得懂嗎 你看不懂 對不對 但是 你現在知道他變圖了 或者說 你如果知道他變矩陣了 我們其實就可以丟給卷機神經網路分析 可是這個卷機神經網路我們要好好設計 這個卷機網路可以上下移動嗎 不能 他只能左右移動 為什麼 因為你要表達這個單字 你需要完整的50個項量去表達 所以他不能上下移動喔 他只能左右移動喔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喔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這樣知道為什麼我要把文字放在最後一個 就是最後一個Session教了吧 因為他真的需要很多前面的概念對不對 好 文字真的是最難的啦 就是 如果比起這個 比起這個就是 前面你們學的那個圖像啊什麼的 呃 你們也許會覺得物件識別模型很難 但文字其實觀念更多 而且我還沒有教下一課 這都還最簡單的部分對不對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首先我們就是要把剛剛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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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擴展成 就是所有的 都把它都把它放進來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個 這個是處理的語法 那我們就直接貼上 這個矩陣的維度會是 50x494x4935 它最長的單字數目就是494 這個就不重要了 那我們就494input了 這樣可以吧 反正我們training跟test 它的最長長度都是494 但是如果你未來要面對 未知長度的資料的時候 你可能要設一個截斷點 對它說500或者是1000之類的 這樣可以吼 好 那我們就讓它跑完 這個過程你可能要跟著跑囉 因為這個過程就是 等一下我們要training的時候 你要親手training 你肯定是要親手training的 你就需要這個過程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矩陣的維度 好沒有問題 好轉換成文字圖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卷機神經網路分析啦 我們先把它分成training的image 前三千 然後跟trainingY 然後跟testImage 跟testY 好然後邊寫 Iterator Core 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Iterator Core 它的dimension 如果你要用卷機神經網路的話 它是不是要有一個四維的矩陣 就是256乘256乘3 乘BenchSize 對不對 所以它必須多出一個1 那channel數是1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來做一下 這個 貼一下這個語法 好我們出來的輸出維度是 50乘491乘1乘20 這樣可以吧 記住這個輸出維度 好來看一下我們的卷機神經網路 我們的卷機神經網路 imput的是 看一下我們的size 我們的size是 50乘494 所以我們的filter 是不是50乘1 這樣就是抓特定的關鍵字 對不對 50乘1 好那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用50乘1的去掃描 搞了半天它還是在掃關鍵字 這樣懂我意思嗎 它還是在掃關鍵字 等一下 可是 這樣我們直接如果是50乘2 它是不是就掃關鍵騙語 它是不是就擴展性就高很多了 是不是比之前的那個 那個 磁帶模型 如果我們要做騙語 那阿媽簡單太多了 好 50乘1 numberfilter50 因為我想要50個卷機核 就是我想要認50個關鍵字就好了啦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然後redu redu完之後maxpooling 為什麼要用maxpooling 因為很簡單 我掃到 我這邊假設有一個cancer 這個filter在掃cancer 掃到最接近的那個留下來就好了 那些不接近的不重要 所以不是平均喔 是max 注意這裡到底什麼時候要用max 什麼時候要用average 這個可能都是我們要思考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maxpooling 好maxpooling完之後 就直接logistic regression 出去啦 這樣可以齁 所以這個模型其實很簡單喔 我們來看一下 他做出來效果如何啊 好training模型 你們可以跟著一起training沒有關係 這個training起來應該會非常非常快 這個training起來應該會非常非常快 好這個大概要training幾代啊 喔30代 好好好training完之後 你可以直接拿來測試一下 你的model 我先確定一下我的dimension是對的 注意他也必須是50x494x1 他才有辦法去做喔 這樣可以 這個494可以不定長度 你training的時候 因為你maxpooling嘛 對不對 你這個494如果是 你之後換了也可以 這樣懂我意思齁 好那我們現在來預測一下 好預測完了之後就是畫ROC curve 好效果還不錯吧對不對 當然好像沒有磁帶模型好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還沒有發揮這個模型最大的潛力 這個模型最大的潛力是 我其實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很容易的去做一個關鍵字的搜索 兩個關鍵字的搜索 兩個單字的片語搜索 三個單字的片語搜索 四個單字的片語搜索 五個單字的片語搜索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啦這個模型就是我這篇paper發表的 好不好 這個是我2017年發表的paper 這個圖也是我畫的 那 我們試著實現這個模型好不好 我已經幫你實現一個通道了 我們試著實現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看見 這個 這樣 你一路到這裡的話 你就會發現 欸 一路想到這裡 要想到這個模型也沒有這麼難了吧 對不對這樣可以吧 好 試一下好不好 那 那 你如果覺得 很困 你看一下它怎麼做的 40個 filter filter數目是40 1乘50 這樣可以吧 2乘50 30個filter 15個filter 10個filter 5個filter 把它contact在一起之後 輸出 這樣可以吧 好 試一下啦 你如果覺得很困難 你就去貼語法 好那我們就這個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它實際上要怎麼操作啦 實際上 就是 這是它的語法啦 那這個語法 這個語法的重點啊 這個就是 我用回圈把 filter size 從1到5個 然後它把它 全部整合起來 然後變成contact list 那這個list 我把它 合併起來之後 它就可以做 這個logic regression 對不對 這個 大概是 就是 要自己寫出來 當然是要花一些時間啦 但是用看的其實蠻容易的 好那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 模型把它取代完之後 這個 40 30 15 這個就是我原始paper參數啦 我在下一版的就是 呃這個是我 大概在2017年的paper 那個2016年做實驗的時候 我是沒有GPU Server的 我在2019年出的新paper的時候 這些數字都被成了40倍啊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有GPU Server 當初我用了這樣的一個模型啊 呃 運算了21個大類 總共花6個月的時間 就是 就是光運算就花6個月的時間 讓你們知道 這個 這個 沒有GPU跟有GPU 大概差距就這麼大 大概差距就這麼大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就是 這個model 表現怎麼樣啦 一定是會變好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要看片語嘛 對不對 這個 這個大概 呃其實我想要透過這種方式啊 跟你們 表達就是說 欸其實 如果你想要你的model裡面 有什麼效果 你其實可以 可以透過model的architecture去設計 讓它有那個效果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個我們 下一節課 還會再教一個更特別的東西叫 attention 就一個attention mechanism 這個 你如何透過這個 呃 你的model的設計 讓這個效果出現在你的model裡面 這個就很重要 當然 那個這個 可能 像 片語放進來之後 performance確實也是提升的 所以 呃 看起來應該是不錯 好那 你可能會說都差不了多少啊 這個 畢竟癌症的病例還是算簡單啊 然後這個模型呢 他其實還是沒有考慮到順序喔 他只有考慮到相0字的順序 就是抓片 這樣懂我意思啊 他還是沒有考慮到 這個 就是 其他的這個 就是 其他的這個順序喔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這個 模 就是在模型中進行磁牽入 這樣的一個 這個 我們有沒有可能做到這件事情 什麼意思 剛剛我們的磁牽入是預訓練好的 對不對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在model裡面 放入 embeding這個功能 你要放進去他才有可能learning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如果不放進去是不可能learning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啦 其實這個只是 單純的程式教學而已啦 好首先 我們就是要先把 我們一樣就是先把這個 matrix弄出來 那這個matrix跟上次那個是一樣的 跟本來那個是一樣的 注意 我在第一個 他的第一個 他第一個是0喔 就是他第一個總是要是給空置員去放 空置員一定是全0 全0向量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接著 只存索引位置 我們要讓mxnet自己去查對照表 那注意 mxnet的索引是從0開始 不是從1開始齁 這個好像我們之前都講過啦 所以說我們通常會把空置員 受為0 然後剩下受為1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樣子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 變成一串 把他的這個sequency array 這樣子我們存資料的時候 是不是就小多了 就變sequency array就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不過要注意一件事情啊 你要train 你真的要把 整個embedding 你想要做training 這個你要運算資源可能是蠻大的 因為整個gpu 你等他放一整個embedding max在裡面 對不對 好不過還是可以啦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就是他的 這就是他的 第一個文章 103 5個字 然後0 0就是空置員 對不對 然後 5 6 5 6 6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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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齁 好 那這個我們就 這個我們就不展開了 好 那現在我就要用他來做這個training set 跟test set 好 注意我的training 我的dimension 注意我的dimension 注意我的dimension喔 我最後是要491x1x1535 他這個494在embedding之後 會在前面長出 你指定的維度數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 他要往前掌喔 他要往前掌 這個很重要喔 到時候 你這樣才會知道他influence之後是什麼樣子啊 好 所以關鍵是這一個 關鍵是這一行 這一個是一個新學道的layer 這個layer 你已經非常清楚他的邏輯是什麼啦 他其實就是一個對照表 對不對 input data input dimension 這個很重要喔 你要告訴他字典的長度有多長 那upput dimension是50 這一個 這一個鐵定是要預先射好了 你如果不告訴他字典的長度是多少 他怎麼知道他要預先準備多大呢 對不對 我們來試一下 mx invershape 好我們就embed 1 好 data等於 494 然後這個 1 7 看到了嗎 往前加50 這樣可以接受 那如果 如果你這邊又多了一個 譬如說7 他再往前加50 這個embeding的效果就是往前加50 這樣一個維度這樣 50是我這邊指定的 50是我這邊指定的這樣可以齁 好 那後面就一樣啦 只是 本來是從data開始變成embeding開始 這樣可以啊 所以這 這邊這裡 為什麼我沒有成為一個練習 因為他只是單純的程式教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接著 invershape我剛剛已經給你們看過了 那剩下的跟之前一樣 好那剩下就是 我可以預先填入我剛剛的 我把embeding 1的wet 直接填入我剛剛的wet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然後注意喔 我這裡是fix住他的喔 我這裡是fix住他的喔 fix住他代表的意思是 我不要學他 等一下你可以把fix解開 所以這樣的過程是完全一樣的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等一下你可以把fix解開 好預測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你fix他 他就不會去學那個權重 所以你還要把剛剛那個權重給補回來 然後才能做預測 好這邊我們就不做了好不好 因為我們的Performance一定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現在想要給你們看的是 那我fix parameter可不可以去掉咧 我們來試一下 Auto memory了是不是 好這真的太吃這個這個真的太大 這個 可能要清空所有的資源 才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這樣知道吧 好所以說這個embedded 你現在可以把它放在網路裡面 但是你想要training他啊 那可能還是有點難 這樣don't worry 是吧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那我現在沒有辦法training他 那我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他咧 來 有一個方法 我把它叫做這個 我把它叫做投影子向量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做的 好 我們先 我們先實際我們先這樣想一下好了 我們的 文字病例 我們的病例總共有幾個單字 我們病例是不是總共有不過只有 五千多個單字 你的wikipedia的單字總共有幾個 三十幾萬 你如果真的直接讓他學 是不是只會學到那五千多個單字 那剩下那 剩下那些 三十幾萬千五千多 他們 他們沒有學到 他們沒有被更新耶 那他們的位置 他們跟 那五千多個單字的關係 還是原來的關係嗎 不是喔 這件事情很重要喔 有聽懂我的意思吧 那所以那些字其實也不能用 那些字的意思也不能用 它跑掉啦 意思跑掉啦 你不能只更新這些那些不更新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們一起更新 欸有個方法啊 我不要更新它 我在後面加一個 舉證 你本來是 三十幾萬乘以五十的舉證 我再乘以一個五十乘五十的舉證 那這樣 我這個舉證要換的時候 這邊所有單字的項都一起改啊 原本兩個非常接近的單字 原本兩個非常接近的項量 透過同一個舉證乘法出去 應該也會很接近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把 這個東西 我把這個想法 叫 projection embed word embedding 因為這個想法好像也是我弄的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paper 找不到啊 這麼難找 好這個想法還是我弄的 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那個圖 秀給你們看會比較清楚啊 好 一個 投影舉證 一個原始舉證 經過一個 投影舉證之後 他會乘上一個新的 他們之間的關係會改變 舉來說本來 這兩個 這兩個 這個點跟這個點 他們距離是一樣的 投影之後 距離可能就會不一樣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舉證 如果他是 learnable的 他是可以去修正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 所以我就可以在 我就可以在我的網路裡面 那這個實際上實現起來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實際上實現起來就是 我們在 embedding之後 再加一個convolution去 再加一個convolution 那他就是乘上一個 或者fc也可以 這樣懂我的意思 但是用convolution比較好 因為他維度不會跑掉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這樣子的話 他是不是就是 做了一個舉證的乘法 那他就被投影 那所有之前 就算沒有在 單字詞 詞庫裡面的字 也會被學到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那這樣子我又可以做啦 我們再做一次 好我automatic memory 我不想做了好不好 這個可以再跑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我們今天 基本上上課都上到這裡啊 就是 就是 我們 就是 我們大概學習了一些 自然語言處理的方法 對不對 就是 其實你會發現就是 增加這個 就是 他比起圖像識別 他真的是更有挑戰性 而且 可以允許更多創意 圖像識別 你會發現 你已經想不到什麼創意了 對不對 語言 其實你隨便都可以再想個創意 不然我們再看一下我這邊paper 我這邊paper 其實不是只有提出一個演算法 我還提出了另外一個算法 叫 hybrid sampling method 這是什麼東西呢 我來跟大家講 剛剛大家覺得 那個文字分類的模型 有什麼問題 有一個問題嗎 就是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這個 你的文字 你是cancer 你一個懷孕的媽媽 進院 他十字八九不是cancer 所以剛剛那個模型 如果 他看到了懷孕相關的單字 他是不是就會認為 這是一個負向的字 所以會給他一個負向的權重 這是對的嗎 這邏輯錯了 因為 實際上我們應該是 我們做病例分類的過程 應該是指認正向字 出現懷孕 又出現cancer cancer跟懷孕不會抵消 沒有抵消這種事情 應該就是 也是cancer也是懷孕對不對 這樣don't worry 是吧 所以說 我們必須讓網路不要學習 negative 10 那怎麼樣讓他不學習 negative 10 來看一下我的方法 你現在有一篇 癌症的病例 有一篇懷孕的病例 你就把懷孕的病例貼到癌症的病例後面 反正他們都是看關鍵字 那所有出現在 右邊的 單字 是不是都失去了意義 因為左邊也有 右邊也有 AI去認他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AI就會只認紅色的部分 那紅色的部分一定是positive sample 所以用這個方法也會增加performance 好不好 所以我想告訴你們的事情是 其實自然源處理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他能夠允許的 這個變化其實多很多 因為他真的比較複雜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是這個 就是實際上還會有很多 就是還有很多 譬如說你用訓練詞遷入模型 所用的資料 是用wikipedia還是parmad 這個都會影響他的效果 這個我們就不講了 這個 那 那個 就是我們 大概只要知道說 自然源處理 也是可以用深度學習解決的 只是說 要加上很多前置知識 然後加上一些創意 那我們就可以把一個 原本是用在影像的 模型把它放到自然源處理上面 那我們下一節課 我們這一節課其實 講了半天 我們還是在處理關鍵字 頂多只是擴展成關鍵片語 我們 還是沒有解決語句順序的問題 我們下一節課會解決順序問題 我們會提出一個新的模型 這個模型是地回神經網路 那我們今天上課大概就上到這裡 今天有沒有問題 好了應該是沒有啦 好不好 我們好像每次都這樣問 大概都沒有 好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都不在那邊 我們可以看 我們可以看